慈母手中献 由子身上衣 菱形秘密逢 一孔池池归 谁言春草心 抱得三春灰 让老年人 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 老有所乐 老有所安 让所有老年人 都能有一个 幸福美满的晚年 没想象 做梦也没想象 习总继续 居然会把我请下来 坐在他旁边 我激动的 一时也不晓得 应该想什么话 中重科学 中重科技人员 中重老人 我刚才看到老阿姨 就是我们的老将军 甘祖昌同志的夫人 他今年已经九十多岁了 我看到他以后啊 我心里就是一阵的感动 甘祖昌将军 是我们开国将军 江西的老公军 建国以后呢 他当了将军 但是他呢 回家当军民 现在半个世纪过去 我看到老阿姨 和张宁昌将军 一起 坚固奔斗过来 现在仍然在抚养 这个情绪 向老阿姨表示 致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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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阿姨 谢谢 谢谢 好 老年人的事业啊 中国会越来越加以重视 越来越加强的想工作 所以我来这里也是 要体现党中央 重视老年事业的发展 这奋得很笨 是老的 这怎么设计的 还有红的红 他这一份 用量还是不小的 但是不够了也太一天吧 吃得好 吃得好 住得好 我家对我们特别关心 特别感谢 感谢 你比如说画画呢 讲址的多报小组都有 只要是跟老人生活上密切相关的 总数据都挂在心里 人民的幸福生活里面 很重要的就是一个老年人的幸福怎么样 老有所养 老年人的健康怎么样 所以你们这里做的这件事情 是很有意义的 我看他们都很高兴 我们都做些的福 尊老敬老 这个是我们的传统美德 社会上就是要弘扬 我们这种传统美德 要形成尊老敬老的这种浓厚的氛围 要把尊老敬老的作为一种社会风沙 那你 crude有一个患 Leben obviously 您 With none love 他是与言 assrana NATO 终于 sabe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